西里亚很多儿童必须要逃跑躲避 但这些男孩子们却在高兴地跑着玩 那些返回科巴尼附近村庄的人 生活并非无忧无虑 伊斯兰国基金分子只是最近才被赶走 他们撤退的地方离这儿并不远 他们留下的是满目疮痍 即使那些提防他们卷土重来的人 也得花时间解决眼前的小问题 遇寒就不容易 做饭也很难 但尽管战争带来创伤和苦难 一些人仍心存感激 我们的村子被解放时 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就离这里 只有两公里远我们回家了 他们就在附近 离我们只有不到七公里 我们的村子被洗劫 我那辆价值一千万 叙利亚里拉的卡车被掠走 不管怎么样 感谢真主我们回家了 返回我们国家 就这一点我们就满足了 饭最后还是做熟了 人们走出瓦砾 恢复以往的生活 人们聚集在一起 孩子们开心地玩耍 美国之音 巴黎 科巴尼报道 大家好 谢谢大家